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1300天9 届时陈家老太爷也会到场 两夫妇一早就给叶浩轩下了请帖 请他务必到场 到时候夫妇两人要好好的感谢叶浩轩对他们两人的恩情 两人的年纪并不算小了 因为陈英身体的缘故 所以一直没有孩子 如果不是叶浩轩出的良方 两人恐怕这辈子都无法享受天伦之乐了 到了地井宫门口 陈玉早已经在那里等了 看到叶浩轩就兴奋的跑了过来叫道 姐夫 你可算是来了 我姐让我在这里等你呢 我又不是不知道地方 用不早你来接我 说吧 肯定是你小子有什么事求着我 叶浩轩边向里面走边说 无视线殷勤 这小子一定有什么事情要自己帮忙 嘿嘿 还是姐夫了解我 姐夫 再帮我打一场吧 陈玉嘿嘿笑道 一眼就被叶浩轩识破了 他有些尴尬 又去打黑拳 叶浩轩站住脚步 用一幅教训的口吻说你小子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毕竟地下拳场是违法的 你可是陈家的人 被人传出去了与你老子和老太爷的都不好 我知道 这一次不是去地下拳场 只是圈子里几个恶哨堵着玩的 你不知道有一个小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窝国人 非常厉害 我可是下了血本的 不能输啊 陈玉不好意思地说 窝国人 叶浩轩心中微微一动 他现在对窝国的事情很上心 什么事情都能联想到村 郑家族里面 所以他点点头道好 回头我去看看 哈哈 那好 后天晚上 不见不散 陈玉大喜 他说完一溜烟似的跑了 地井宫六层都是一些大包厢 这里的包厢是专门为这种宴会准备的 陈家夫妇见到叶浩轩 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陈英和保姆手里各抱这一个宝宝 这一对儿女就是陈英和季星野的儿女 小姑 姑丈 恭喜了 叶浩轩笑道 小叶 这还是多亏你 否则的话 我们夫妇恐怕这辈子都享受不到天伦之乐了 来 快请 叶浩轩取出两个锦盒 他打开锦盒 只见里面各放了一个饰品 这是叶浩轩请周明雕刻的翡翠玉事 分别是一尊观音和一尊佛像 南带观音女带佛 小姑 这是我为他们两个小家伙特意准备的 助这两个小家伙身体健健康康的 叶浩轩说这把这两个饰品挂到了两个宝宝的脖子上 这两个饰品当然是经过叶浩轩刻意加工过的 上面附加了数个扶阵 可以让两个孩子一生邪魅不沾 自从叶浩轩和陈若曦的事情发生以后 陈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之前因为反对陈英和季星野的婚事 以至于很多年了他和季星野一家还是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今天的陈渊反倒看开了 他们夫妇两人亲自过来跟自己的一对外甥撑场子 冲着陈家的面子 所以今天晚上宾客如云 季星野忙里忙外地招呼这众人 陈若曦一直和陈英在一起斗这两个小宝宝 看那喜欢的模样 真是恨不得马上自己也有 陈若曦下意识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叶浩轩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他凑到陈若曦的跟前悄悄地说要不 咱也要个 我还有更好的秘方 保证你一胎能生三个 滚 陈若曦翘脸一红 如果不是当这众人的面 他几乎要一脚把叶浩轩给踹开 这天晚上陈老太爷也赶了过来 造成的轰动更是大 那些平时和季星野关系并不算好的一些人 拼命地向他身边靠拢 他们清楚 陈家这等于说是认可了季星野 以后他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的 叶少 能单独聊聊吗 正在叶浩轩感觉到百感无聊的身后 唐蕊的声音在他身后 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叶浩轩回过头去 只见唐蕊一身盛装 脸上依旧带着那幅似笑非笑的表情 叶浩轩心念一动 他倒要看看这女人到底想倒什么鬼 他点点头 和唐蕊一起走了出去 我找叶少的目的 有过什么恩怨 我都希望能一笔勾销 叶浩轩淡淡地说 落落 叶少 我不太明白 你在说些什么 之前的事情 原来 你也一直耿耿于怀啊 唐蕊娇笑了一声 他凑近叶浩轩的跟前到叶少好手段 这个监听器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被装到了我的包厢里 如果不是我自己还有些手段 恐怕我的计划 泄露了还不知道 唐蕊一边说 一边拿出一个小拇指盖大小的监听器 这个监听器 正是子弹和铜炮两人痛揍薛红云的时候 安装到包厢里的 没有想到竟然被唐蕊发掘了 叶浩轩心里微微的一沉 他原先并不想打草惊蛇的 但看样子是有点不现实了 唐蕊已经明白村政家族的一些计划泄露了 以后他会更加小心翼翼的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名化名这说了 唐蕊 收手吧 唐家老爷子一世轻欲 可千万不要毁在你的手上 叶浩轩道 我现在已经不是唐家的人了 唐蕊悠悠的说 自从上一次我的丑闻被叶少曝光了以后 我已经和唐家断绝了一切关系 我现在是村政生物科技 在华夏的总代理人 负责打开华夏市场 你应该清楚村政家族所从事的研究是什么 如果有足够的证据 不用我出手 但是窝国政府都不能容忍他的所作所为 你在玩火 叶浩轩道 是啊 我在玩火 我觉得这样才会刺激 洛洛 叶少 你见识过眼镜蛇小队的厉害 只要我愿意 分分钟就能派出来成千上万众融合了动物基因的战士 来到华夏 到时候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 也会被我撕成粉碎 唐蕊的声音带着一丝阴冷 尽管他脸上的表情始终带着一丝笑意 他是他的声音 却像士兵一样 让人感觉到极不舒服 村政家族的做法 完全是与天道背道而驰 我想就算是融合基因 也有一定的成功率吧 否则的话 上次你们绝对不会只单单派出区区一个眼镜蛇小队 况且基因战士的成本应该不低 我想村政家族想要开辟华夏医药市场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个 叶浩轩淡淡地说 叶少果然聪明 不妨给你透露一点 成功率是有些差强人意 但是我们的人也不是吃白饭的 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改进 迟早有一天 会有百会之百的成功率 只要我愿意 随时就可以出动无数个强大的基因人 把你组建的势力灭掉 唐蕊冷笑一声 唐二小姐 有一个问题是困惑我已久的问题 我能问问你吗 叶浩轩道 问吧 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会回答你 唐蕊道 村政家族和永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叶浩轩问出了久久藏在自己心中的疑惑 唐蕊的神色出现了思维不可闻的变化 他的神色变了变 然后又笑盈盈地说 这个我不知道 就算是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你听说过永生 那就好 叶浩轩点点头 我的确是听说过永生 他们和村政家族之间确实有些联系 可是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既然被叶浩轩识破 唐蕊索性就承认了 果然 多谢唐二小姐的提点 不过奉劝唐二小姐一句 人在做 天在看 还望唐二小姐 好自为之 叶浩轩瞟了一眼唐蕊 转身离开 主人 他不配合 我们是不是要除掉他 等叶浩轩离开 唐蕊拿手机拔通了那个窝国的号码 暂时不要 他手上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找到他手里的东西以后 再除去他也不迟 明白 唐蕊挂了手机 镜子回到宴会上去了 你刚才跟唐蕊谈了些什么 叶浩轩刚回到包厢 陈若曦便拉着他来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问道 摊牌了 低估这个女人了 我们上次装窃听器的事情 她已经知道了 已经惊动她了 现在我们双方都在名里 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叶浩轩探道 发现了 陈若曦有些不可思议的说 按理来说 这个女人的智商 不应该有这么高的 那是以前 以前的唐蕊 胸大无脑 后来因为招惹到了我 被我整了一下 结果就导致她人格分裂了 没有想到她分裂后的人格智商竟然这么高 叶浩轩有些无奈的说 你这就是自己挖了个坑 然后又自己跳下去 陈若曦无语的白了叶浩轩一眼 她沉吟道 你刚才问出来什么了没有 有几点信息 第一 基因改造 确实是村政政出来的 只是现在没有证据 第二 村政和永生之间 有一定的联系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叶浩轩道